大陸計畫在扶植他們自身的半導體業 為什麼台積電會說非常期待 也非常祝福 太多的奇怪點 我大膽假設先請問您 張董有沒有紅色壓力下的無奈 不是 我是覺得說 他為什麼滋滋烏烏 一般來講第一個怕被誤會 就是說我這樣的話 是不是在幫助對方 因為這幾年來 早期我們發展半導體 發展IC設計PC 這些我們都成功了 但是之後我們發展LED 發展太陽能 發展面板 最後為什麼失敗 除了韓國以外的話 中國福祉這些產業 來打擊我們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要講 這個半導體的東西的話 要很仔細 因為要去幫助 這個所謂的大陸的半導體的話 大家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去幫助紅色的 來打擊自己 所以這個話 其實他是要吃之烏烏 有一點就是說要很謹慎 但實際上的話 暗中的話 其實他是在著重他自己 這樣子喔 怎麼說我們現在來 從一個角度來看 著重台積電自己 第一個重點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過去大陸在發展 這個半導體 有挖台灣很多人到大陸去 比如說弘利集團 比如說中芯集團 當時甚至都很浩大 只會現在在哪裡 幾乎都是銷聲匿跡 所以大陸的半導體的產業的話 其實他是弱勢的 所以他的東西都是要進口 進口了2322億美金 這個進口都是進口半導體 全球需求量有45% 所有半導體的晶片 大陸的需求有45% 所以他需求量是不是很強 他一年進有的成本的話 是2196億 大陸半導體晶片的進口總金額 大過他們買油的金額 對 所以你這樣看 今年全球的半導體的成長率 只有4.2 我們台灣今年成長15.1 我們這麼厲害喔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主要是今年代工 台積電去年賺7塊 今年可能賺10塊錢 難怪資本支出那麼大 對 100億美金 你即使像大廠的話 像英特爾也才100億 像那個所謂的三星的話 他資本支出大概120億美金 所以台積電跟他們的水準的話 是一樣的 並駕齊驅 所以現在的重點來了就是說 我如果扶持你的製造這方面 等於是靠我的技術去幫助你 那以後的市場你是被我牽制住 因為你的技術的話 是我去引導給你的 那哪一天的話 如果高通去了 如果AMD去了 如果美光去了 去到大陸去的話 主控權就變成別人 去扶持他們當地的產業 他們緊密性越高對不對 那緊密性越高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慢慢被撤退了 我們現在是IG設計沒有優勢 但是我們其他是優勢 所以如果文西 像您剛剛說的 如果台積電這時候 不介入他們的半導體市場的話 被美國一些的半導體大廠介入 台積電或許會被 韓國也會介入啊 對 會不會 三星也會去啊 然後所謂HINES也會去啊 或是像日本的瑞莎也會去啊 所以張董最擔心的就是 怕會被邊緣化 對 因為半導體的資本支出太大了 所以廠長以銀行見不到錢 所以如果說中國要給他們 當地的廠商錢的話 那乾脆我去技術幫助你 資金由你大陸出來 在當地做發展 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就是說他們去發展 但是是技術提供給他們 因為未來大家要所謂的資本支出 還這麼大的話已經不容易了 所以慢慢會把8吋 會把這個所謂的製程部分的話 挪移到大陸去 然後這些像日本 像韓國 像美國 像台灣 就發展12吋的 發展所謂的10奈米 14奈米 16奈米 而後的8吋長 而後比較低階的 就是移到大陸去的機會 可能會比較大 如果以其發展趨勢是這樣 而且中國是大力去扶持 用潛機大力扶持 那我是不是先去幫助他 先去幫助他 就避免日本去 避免韓國去 避免美國去 我們先去 所以實際上就說 他自自誤誤就說 我講這樣的話 會不會大家誤會我 但實際上現在機會來的 就是要趕快 去搶這個卡位這個機會 你看 比如說大陸的手機 成長幅度很大 你看以前小米機去年賣多少 1700萬支 今年小米就是賣了5850萬支 不要光講小米 中國大陸的手機品牌 在智慧機的部分 全世界的市占率 贏過了本來世界No.1的三星 對 那你看那個什麼 像華為一年的出貨量 已經是609萬支 它是比Sony的3800萬支 多一倍 幾乎多一倍 一支以上 所以大陸的手機廠的話 越來越大 對 他們對晶圓代工的需求很大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晶圓廠 這些手機廠 你說這個像華為 像小米機 他們自己有沒有晶圓代工廠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阿文塞 這是我們台灣的晶圓的相關 比較高階的人才 像之前中心半導體也在做 人才也挖 是不是因為太難做 做不起來 對 所以為什麼你可以發現 這個聯電跟台積電距離一差越遠 紅利中心已經都沒話講了 只有葛羅芳德有在前進 但是葛羅芳德四占率也才4% 然後像台積電的話 已經六七成以上了 你可以發現葛羅芳德是新加坡的技術 加上中東的資金 也是跟台積電沒話好比 所以變成說 因為他們都沒有這一方面的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的 著墨的空間很大 你看中國手機的話 今年成長50% 每年還有成長17% 那居然那個市場的話 是全球半導體的需求45% 而且他們覺得說 不能全部給人家賺 他們自己要生產 自己要做 政府要花錢去扶持 那我們就繼續去幫助他 請他們做 那以後還是我們的市場 不然的話的話 日本人也會去做 韓國人也會去做 美國人也會去做 到時候整個半導體的市場的話 恐怕都被這些人搶走 那我們那時候再來的話 已經有一點危險 所以今天張董事長所講的話 其實大家不要誤會 他因為怕就說 我這樣的話 這支烏烏的話 會不會說 我們要去幫助對方 但是這市場的一個需求 你必須要先卡位才行 感謝阿文塞 幸好我今天科技網友 來到禮拜一的這個大主題的現場 趕快口頭報告過一下 我們也以為說台積電 為什麼這麼做 張董今天的動作 阿文塞一解讀 我直接說 完全明瞭 所以外資也看懂了 外資 結束三脈 就在今天轉買台積電 而且買了一萬多張 是外資 今天買超排行榜當中的 第一名就是台積電 我再跟阿姆再確認一下 他們有資金 我們出技術 那會不會我們張宗盟 帶著台積電的團隊 去協助他們之後 技術被他們整個know how拿走 會不會 現在一個重點是說 我們可能會把四四代的 譬如說現在就是10奈米 14奈米 對不對 也許我們把32奈米 或是微米的部分 就是說微米的部分不是奈米 是微米的部分的話 我們技術也轉過去 那8吋廠轉過去 但是12吋廠就比較先進的 我們繼續技術還是在我們這邊 所以原則上的話 不是技術全部移轉 高端的技術的話 其實我們都能控制得住 還有一點 因為在兩岸企業的論壇當中 企業家論壇當中 還有另外一個老闆 也是大家關心的馬雲 阿里巴巴 真的是兩岸現在合作 越來越密切了 你看馬雲怎麼說 我們台積電去幫他們半導體 就阿里巴巴說 阿里巴巴集團內 有很多的台灣人 阿里能夠為台灣跟大陸經貿 做出一些貢獻 希望能在台灣做一點點投資 基金也好 幫助台灣年輕人創業 阿里巴巴幫助我們的 台灣年輕人創業 所以冠軍 所以你個人認為應該是 兩岸的越來越多的良性互動 我想其實這有個消息 就是說透過淘寶網 其實淘寶網漢委最熟了 透過淘寶網來回的一個交易 一年的交易量是百億以上 我忘記是幾百億 應該是三四百億以上 然後這部分老實說 這個都不用瞌睡 所以這會不會 他所講的這個幫助創業 其實有一部分就指這個東西 甚至包括你在台灣 現在會注意到有很多的一些 什麼大飯店 或者一些這種比較大型的這種場所 他們所採用的東西 它也是從淘寶網買來的 因為淘寶網它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你一下比價比一比 就是最低價都出來了 然後雖然說他所跟你扣的一些 什麼手續費什麼等等 你怎麼算你可能都還是 在比在台灣的PC Home 或比台灣的一些網購 賣的都還要便宜 所以馬雲要協助台灣的 這塊領域是在網路平台的 年輕人這個領域嗎 沒有錯 OK 好 太好了 我們總希望 在兩岸的企業家論壇當中 因為一年辦一次 很多的兩岸的重要級的老闆 都會聚會 聚會在一起 機會就來 合作商機也就來了 希望經濟兩岸都往前進 只是希望歸希望 說進步就進步 我為什麼剛剛在報告 國際股市的時候 有點擔心 那是因為今天不是只有 雅谷走得很不穩 跌得大部分都重挫之外 禮拜五請看美國股市的稻窮 稻窮它可是歷史新高 往下墜的 上禮拜五大跌300多點 上週的跌幅創下了三年來 單州跌幅最大的紀錄 稻窮掉下來 歐洲最大經濟體的德國 一樣呈現了重挫 德國股市的重挫 逼近3% 然後稻窮的重挫 將近2% 這個大跌 亞洲股市就更甭提了 跌幅我剛剛也說 原來長老半天 終於知道恐怖攻擊的陰影 又籠罩在全世界嗎 這一次冰雨 聽說是在澳洲的一家商店 對 沒錯 號稱陽光沙灘比基尼的澳洲的話 今天驚傳了 舉世震驚的恐怖攻擊事件 這個地點是發生在澳洲 雪梨的一個馬丁廣場 裡面的一家咖啡廳 叫做瑞士聯咖啡廳 這個瑞士聯巧克力咖啡廳的話 它是在當地人潮相當 生意不錯的一個咖啡廳 今天開始傳出來說 這個事件的一個同時 的確是讓世界非常的震驚 這個至少兩個持槍的一個歹徒的話 闖進咖啡廳裡面 去挾持了將近要20名以上的人職 而且他叫每一個人職 雙手高舉抵 抵在哪裡 抵在咖啡廳的落地玻璃上面 這個顯然是有組織 而且是有經驗的一個恐怖分子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這個 進行一個恐怖攻擊之後 事實上呢 國安人員 警察 馬上就會包圍上來了 那你請那個 你挾持這個人職 叫他們抵在那個玻璃上面的話 這個狙擊手就沒有辦法去瞄準你 然後去進行一個 狙擊的一個動作 對 如果你打破玻璃的話 直接就打到了人職 對 所以說他 他叫這個人職 做這個雙手高舉抵在那個玻璃上面 的用意就是要讓這個人職 當人肉盾牌 那並且呢 這個恐怖分子也宣稱 不只在這個咖啡廳 在雪梨市裡面的話呢 多處可能也都放有爆裂物 所以說呢 這個澳洲當局的話 就馬上疏散了 除了疏散這個馬丁廣場附近的人群之外 包含非常著名的雪林歌劇院 甚至他們的國會 甚至他們的銀行這個部分的話呢 都進行一個人潮的一個疏散 是什麼組織呢 就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疑似是這個IS 也就是伊斯蘭國的一個組織 因為在瑕齒的一個當下的話 據目擊者的一個表示 他們有拿一個黑布 然後呢 抵在那個窗戶上面 上面寫的呢 可能是這個阿拉伯文 類似的一個文字啊 那所以說疑似是這一次的這個 IS的伊斯蘭國的一個分子 所以我待會兒要問一下兵語 到底這個恐怖攻擊行動 會再加以擴散嗎 只是呢 先麻煩 漢偉插播一下 我印象中的 伊斯蘭國ISIS組織 它是全世界最有錢的 已經開始企業化的 還有油可以外賣的這個恐怖組織 好像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吧 為什麼還可以越來越囂張啊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它在整個一個伊拉克 佔領的範圍很大 而且美國沒有辦法 拍地面部隊過去的話 對它整個一個佔領區 沒有辦法完全做一個收復的一個動作 而且大家必須要注意到 我記得在今年下半年的時候 美國的一個FBI還是CIA 都有提出警訊說 這個IS的一個恐怖攻擊的話 可能會在全球各地出現一個 蔓延的一個狀況 澳洲股市跟澳幣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恐怖攻擊行動 但是澳洲貨幣是以澳幣兌換多少美元 來到貶道往下是貶的 創下五年低 澳洲股市是兩個月來的最低點 有沒有影響到的金融市場 數字會說話 澳美股 雅股都在跌 進廣告回到現場之後 到底恐怖組織衝擊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會有多嚴重的未來發展 而我們本週也要看未來 禮拜三好重要啊 要審大戶條款 竟然今天傳出來說 可能又有變數 好恐怖啊 我剛剛廣告時間 跟賓宇稍微確認了一下 您聽一下 9月的時候 澳洲就已經遭遇到恐怖攻擊事件 接二連三 現在12月份 澳洲這不是第一次了 然後呢 如果您每天都有看那個國際新聞 我也曾經在臉書 PO過這樣的消息 10月底 加拿大也曾經遭受過 ISIS 伊斯蘭國的恐怖攻擊 所以賓宇啊 莫非這個恐怖攻擊行動 是越來越嚴重的 而且有計劃在進行 沒有錯 看起來是有計劃 且在擴張當中啦 那大家或許會想說 那為什麼是澳洲呢 澳洲不是陽光沙灘嗎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說 這一次以美國為首的 去打擊這個恐怖主義的 這一次的行動的話呢 這個美國是去拉攏了 包含中東主要10個國家 那甚至包含英國澳洲 這些都名列在內 那所以澳洲 他是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的 他除了說派出600名的一個 這個反恐的一個特戰 這個士兵去伊拉克之外的話呢 他還派出F-18大黃蜂戰機 在上個月而已 才去轟炸這個伊斯蘭國 所以像你剛剛這麼說 伊斯蘭國現在呢 要攻擊誰或哪 朝哪個國家進行報復行動 他是以美國當時的一些盟國 來對付ISIS組織的時候 那一個list名單當作他的攻擊對象 有可能啊 所以事實上從今年的9月份開始的話 澳洲的當局就不斷的收到 這個有關於恐怖攻擊的一個 警報跟警告啊 所以他把整個的這個安全 防護的一個層級 不斷往上升高到最高級 那原本在收集到的情報說恐怖組織 要去做一個展演式的殺戮行動裡面的話呢 鎖定的對象是他們澳洲的一個國會 所以原本國會的話呢 都是派一般的保安警察警衛在裡面 做一個巡邏而已 自從收到這個訊息之後啊 馬上提升成國家的一個等級 派國家的一個維安人員去保護國會 那結果沒想到這一次他們真的攻擊了 但是攻擊的對象不是國會 而是在他們鬧區裡面的這家咖啡館 然後去俘虜了20個一般無辜的老百姓 來進行他所謂殺戮式的一個展演啊 而且民間更沒防備了 對 沒有錯啊 所以說這一次的話呢 的確是震驚國際 因為我們知道說可不只有澳洲一個人啊 澳洲一個國家去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啊 那當然今天的這個事件來看的話呢 這個澳洲總理也馬上發表談話啦 他說現階段呢還在查證 不曉得是不是有政治的動機 但是他第一個時間 就已經召集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去做緊急的一個會議 那現在媒體也傳出來說呢 恐怖分子已經開始要求 要跟這個總理來進行一個談判 那當然這樣的訊息傳出來之後 當然就衝擊到了這個整個澳洲 包含整個股市 甚至是會市上的一個影響 像今天整個澳幣的話 就出現了大跌的一個走勢 重扁啊 那原本澳幣的話呢 就已經走勢相當疲弱了 我們知道過去來講的話呢 國人是相當喜愛去投資這個澳幣的 因為澳幣的話呢 一年起的定存利率高的時候 可能有來到4%左右的一個水準 我還買過6%多的 澳幣存款 就算到現階段來看的話呢 也有大概2%左右的一個水準 所以說很多的投資朋友 喜歡把閒置的資金放在澳幣身上 但是近期來看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說澳洲 畢竟是一個大眾物資原物料的出口國 那近期的話呢 這個大眾物資原物料是跌價得相當兇 所以對於澳洲的經濟來講 事實上是比較不利的情況 所以看到整個澳幣是跌得非常的兇猛 所以或許當然這個短期的一個事件 恐怖攻擊這個東西 它可能在很快的時間之內平息下來 可是對於中長期走勢上面來看的話 澳幣恐怕還是有一些壓力存在 那我問你喔 那個我們原來有的澳幣 甚至還有紐幣 從澳幣的那個存款部位 現在是留著還是把它賣掉 如果比較短期來看的話 我覺得壓力還頗重 因為畢竟現階段澳洲可能在明年度 還會再繼續採取降息的一個行動 那降息的初期的話呢 就會貶值喔 對 當然對於匯率來講比較不利 但是中長期走勢來看 等到開始降息經濟好轉的話 它才會有質穩的空間 匯率有時候會變動的話 即使利率再怎麼調高 那個所謂的資金外流的情況 還是很嚴重 譬如說我們以兩個國家為例 第一個叫巴西 你知道巴西的話 為害怕這個資金外流利率多少 11.5 到目前為止照片不誤 另外一個國家一次調1% 它本來是9.5 它現在變10.5 歷史資金照量流出 而且一年流出了480億美金 你知道我們外資流到我們台灣 我們都覺得好高興 一年120億美金 對 它一年流出了480億美金 所以有時候一個貨幣一扁 你利息雖然已經高達11.5 高達10.5 照流出不誤 所以沿著上這有時候 是一個恐慌的心態 我個人認為還是要經過整個所謂的穩定之後 這個壁紙的穩定度才會高 否則實際上有時候一扁的話 那個是空間都很大的 講到了貶值的貨幣 亞洲貼近的就是在日圓了 日圓超級奇怪 昨天明明日本安倍結散國會之後 昨天重新改選 如我們所料的 安倍的執政聯盟大獲全勝 照理說安倍想要日圓重貶 一直狂印鈔票 應該是這樣的 它怎麼會走這樣 這樣是重貶 這樣是回升 不太理解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一個 美元近期有一個走落的一個趨勢 也代表說 美元在走落的狀況裡面 但就帶動日圓 有一個油邊轉身的一個狀況 但就中長線來看的話 貶值的趨勢還是比較大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禮拜天的部分 國會大選 選出來安倍又贏了 安倍你看他這個執政聯盟 佔整個一個 他整個總席是475席裡面 他佔了326席 超過三分之二的一個絕對多數 代表說整個一個安倍的政策 未來在國會 完全沒有反對的一個聲音 執政聯盟 是不是自民黨 就安倍那個黨 加上了公民黨就對了 對 他們兩個黨 加起來326席 那你看在野黨的部分 民主黨或其他 加起來席是只有149席 所以未來安倍 推什麼樣的一個法案來看的話 他最少在所謂的一個 眾議院裡面 不會有所謂的反對的身上 唯一的一個障礙點 就是在說 他本身自民黨 黨內的一些反對身上 會不會有浮現的一個狀況 但你可以知道就是說 最少以目前這次選舉的結果 來看的話 安倍自己認為說他是大聲 因為他認為說 整個民意的一個聲音 他聽到了 支持未來繼續推行 所謂的安倍的一個經濟學 但大家還是可以注意到 就是說 這一次的一個關鍵在於說 整個投票率 其實是創了歷史的一個新低 對啊 安倍有什麼好高興的 投票率是最低的 對 因為就他們反應過來的民意 第一個是在於說 他突然間宣布說 要做一個國會的一個改選 不管是在所謂的一個 在野黨的部分 甚至連民眾都沒有準備好 他們完全沒有這個心情 準備去投票 所以這次很多人都選擇不投票 第二部分就在於說 台灣最近不也是寒流嗎 日本的部分到處都下了大雪 所以他們根本說 選民也不願意出去投票 那致民黨的一個優勢在於說 他是過去整個日本的一個 傳統的執政黨 所以他有很多的調啊咖 所以調啊咖 每次一動員之後 只要投票率一低的話 自民黨的選舉 你通常就選得特別的好 那另外一個關鍵是在於說 在野黨太弱了 連他的一個民主黨 在這個地區的一個選舉都落敗 黨魁都落敗 你想想看 如果是所謂的民進黨的黨魁 去選一個議員 都沒有選上的話 對他們的一個選情 有多大的一個打擊 所以我們亞洲國家 應該包括台灣在內 以後都要開始想一下 電子投票對不對 下大雪走不出去 也是可以投票啊 對 我覺得這對整個一個 所謂的一個投票率的部分 應該是有所提升 在我們看到下一頁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次所謂的日股 沒有出現一個 所謂的慶祝行情 因為在野黨大勝 執政黨大勝的話 應該會有所謂的慶祝行情 但你會發現到 選舉結果跟選前一樣 所謂的執政聯盟 選前三分之二 選後還是三分之二 你選前安倍晶晶選沒有用 選後在這邊看起來 也不會有太大的一個作用 你會發現到 這一次選舉最大贏家 是日本的共產黨 日本的共產黨 它原本在選前只有八席 這次大幅度成長到 21席的一個席位 代表什麼意思呢 日本共產黨這次 打出來的一個口號 是說它要打倒安倍政府 它認為說 是這樣喔 對 它認為說安倍政府 它的一個政策 太傾向偏向所謂的一個右派 大量印鈔票造成整個貧富不均 越來越擴大 年輕人的部分一直找不到工作 所以這一次日本共產黨 在這一次的選票裡面 是大勝的 那我問你今天 日本股市在選後的第一天 日股重挫喔 安倍大贏它竟然重挫 是不是就怕共產黨 去反安倍的政策 我覺得就民意的一個狀況來看 其實大部分的日本人 並不太贊成安倍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不顧後果的一個印鈔票 所以這個當然會造成說 整個日本的一個選情 看起來有一些反對的力道 慢慢在轉強 再加上日元升值的狀況 也會造成日股的一個大跌 那我們可以發現到 在選後反而是安倍經濟學 開始要面臨到最大的一個考驗 它現在已經得到民意的支持了 那未來如果整個經濟數據 沒有交出好的成績單的話 那是不是會受到更大的一個打擊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市場在傳說 日本的一個債券市場 是一個龐式的騙局 為什麼這樣講 日本的債務佔GDP 其實應該說全世界最高的吧 是不是 全世界最高的 以目前2014年來看的話 佔GDP的比例是227.2 那大家知道說 上次發生所謂的一個 歐塞事件的吸壓是多少 目前只有150而已 你知道這個意義是什麼嗎 就是債務佔GDP高達227% 我這個國家賺一塊 那竟然有2塊多都是借來的 對 都是負債 所以這個當然就代表說 日本的債務其實比重非常的高 那我們去分解到日本政府 它目前的支出跟收入的狀況 你會發現到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日本收入的部分的話 大量依賴稅收跟發債 黃色的是所謂的稅收的一個部分 紅色是所謂的公債的發行額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日本總收入的比例 大概95個百分點 對 都依賴稅收跟發債 其他的一個收入其實都非常的少 那當中發債佔整個總收入的比例 大概接近4成 也代表說政府其實有4成的錢 都是借來做一個建設的一個動作 好 那再看下一個部分 那日本還錢的比例在哪裡呢 它所謂的支出 支出如果拿來建設的話 代表沒有太大問題 但你看到日本支出用在哪裡 社福 還債跟社福 所以它的社福的支出 黃色這一條 一直在往上做飆高 代表日本老人越來越多 老人多啊 對啊 所以社會福利支出越來越高 那再來因為發了這麼多的債 高達227%的一個債務 它利息要不要還 還是要還嘛 所以這債務的一個清償的比例 也一直在飆高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市場說 麥家華還是說是個 安倍經濟學支付 冰田紅衣都講說日本其實目前是一個 龐氏的騙局 但是我問一下 有人說這個不用擔心啊 因為日本的債權人 日本債的債權人 很多都是日本人 日本的人民 老百姓 老百姓啊 不要還老百姓可以嗎 當然不行啊 會造反 而且他們非常多的老年人 跟銀行的部分 他的收入都靠所謂的政府的利息支出 所以你看到它第一個 錢的收入發債 還錢的支出給利息 所以你告訴你日本這個 這個國家是叫什麼 它叫卡債族嗎 沒錯 以債養債越還越多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格局來看的話 代表未來日本還是會持續的發債 日圓還是要持續的貶值 因為就整個結構性來看的話 日圓短線上看起來 甚至中長線看起來 都沒有太大生殖的一個空間 感謝漢偉 所以回到日圓 大家最關心的是日圓 我應該是沒聽錯吧 你剛給的答案是 哪怕現在的日圓 短時間由重扁回升 但長線來看還是扁值 所以日圓的 我不要多 125、130 應該在日後看得到囉 我覺得應該是看得到 那會不會在今年年底看得到 它重點是在未來聯準會 它的一個升息的速度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會議結果 如果是偏 鴿派的話 那可能在年底看不到 那如果偏一派的話 年底有機會看到125 那我那個跨年要去日本玩 我要現在換錢嗎 還是等一等 我覺得現在可以先換一部分 那你等到聯準會會議之後 你再決定要不要換另外一部分就可以了 好 聯準會會議紀錄很重要 是這個禮拜四 這個禮拜好多事情 禮拜四呢 美國聯準會要開利率決策會議 那禮拜三呢 禮拜三就是冠親準備好了 要告訴您期貨的結算 而且要審大戶條款 真的有變數嗎 剛剛阿布塞基在問我 我們進廣告 回來之後來看 這個禮拜的禮拜三 又有期貨結算 到底台北股市的聲明線 到底如何走 另外一個點 就是這個 油價破 六字頭 見到了五 已經夠害怕了 既然油國 有人說 四您是看得到的 真的嗎 糟糕 因為上階段 講到了 國際恐怖組織 在澳洲 又回到了日本 國際的大事 我就在此時此刻 又發現到 泰國股市 今天大跌 盤中暴跌百分之九 上個禮拜已經是大跌了 就這麼樣跌下來 跌到七個月來的最低點 我統整一下 因為我一直想知道答案 上禮拜的歐美股 我已經發現不尋常的 連續重挫了 第二個 上階段阿伯塞說了 升息 升再多 10%以上 也留不住錢的 有巴西跟俄羅斯 回到了亞洲 又來個泰國 還有包括了日本股市的 重挫 韓國股市也都在跌 顯見的亞洲股市 也出現了資金竄逃 所以到底全世界 荒些什麼啦 冰遠 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油 油價的一個下跌 因為我們知道 過近三個月以來的話 整個國際的清原油價格的話 非常快速度 簡直可以用崩跌來形容 那其實在整個全球的 這個期貨市 應該講原油市場當中 尤其是原油的期貨市場當中 交易量裡面 只有四成是實質需求 就是包含 油廠商的避險需求 或者是等等之類的 其他的包含六成的話 都是投機的一個需求 所以有相當大的一個 油國的資金 或者是國際的熱錢 投在這裡面 那現階段 因為價格崩跌的關係 那些多頭部位的話 必須要趕快去賣股 求現掉頭寸 所以會造成說國際熱錢 非常大幅度的搬風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這一波整個國際股市的 脈絡來講的話 第一個剛開始跌的 是那些產油的輸出國 譬如我說像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一個股市 就是前兩個禮拜 就已經開始出現重挫了 雖然今天出現反彈 那第二波的話 就是外資比重高的國家 馬來西亞股市也大頭部 都出現了 對 這些都是由那些 能源相關類股 領跌的一個市場 那第二波的話 就像是這個泰國 這些新加坡或韓國 外資比重高的國家 也開始資金有一些 逃跑的現象 終於找到答案了 原來國際熱錢 現在竄逃 關鍵是在油價重挫之下 那些的油國 本來出來海外投資的 油國主權相關基金 因為自己賺不了太多錢 因為油價跌太多了 錢緊急撤離 回到他們的油國 所以如果油價再見到 崩跌到四字頭 好可怕 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你不要急 因為這個大主題 我們今天有做 是交給阿文塞的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 台北股市 因為台股呢 真的好加在 台幣先插播一下 今天的新台幣呢 可以發現到 今天是貶了1.6分 收在31.342 回到了剛剛的這個 台幣的K 最近剛剛在想說 台幣外資的離開 應該不會很明顯 我可能要改口一下了 慣情啊 這個台幣今天 31.342 是貶值到最低點做收 再創下四年又 四年多來的 台幣貶值得新低 莫非我們也出現了 資金竄逃的情況嗎 請問 外資已經連續 好久以來 都是連續在做一個 賣超台股的一個動作 我覺得當然是有所影響 可是我們的影響 可能稍微小了一點點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股市 最近真的很強 你雖然說 大媽怎麼墊都墊不死啊 對不對 你看到今天其實 我們在台股收盤之後 中國大陸股市 它又拉上去 所以如果說以這種情況來講 我們可能稍微影響性 可能是稍微小 那麼一點點 再加上我們自己本身 是有利多的 禮拜三要審大戶條款 真的有變數嗎 大家會很關心嗎 因為贊成廢掉大戶條款的 已經成立臉書專業 粉絲專業的金管會曾主委 今天大家又期待說 你是不是溝通好了 這大戶條款禮拜三 就一定廢掉嗎 給個答案是 繼續溝通啦 好 我先把它唸完 持續跟財政部溝通當中 所以有沒有結果 我們也不知道 也會跟立法委員 充分的說明立場 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金管會的立場是支持 股市的 金管會立場支持股市 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 只要是廢掉對股市好 那他就是贊成廢掉 因此會不會禮拜三的 大戶條款再審 又出現變數 新聞上有提到 10億如果影響到幾個人 影響到的是1200個人 如果把它用財政部 目前的一個方案 是10億修到50億 影響到是77個人 可是這77個人 一共能貢獻多少稅收 你知道嗎 不知道 1億 對 如果說你 老實說1億 我們可能 我們這種窮人 我們覺得1億好多好多 可是如果說 以一個政府上來講的話 政府光證所稅收起來 都收三四百億 甚至收到五六百億以上 所以1億到底 如果說1億跟300億比起來的話 如果沒有這麼1億 甚至整個使得股市成交量 上來的話 那不是更好嗎 這也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一次 我們看到曾主委 尤其他在這個位置上 他看得很清楚 為了這一億大家這邊 真的頭破血流 在張勝河頭上有幾根頭髮幹嘛 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 其實不只是這個曾主委這樣講 其實包括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立委 這個林德福 其實他是最早出來 他在選前就出來提說要修 要費大戶條款 可是那個時候支持他的人很少 我記得他去很辛苦的找人家連署 連署了半天 沒有幾個連署 因為那時候這個氛圍不一樣 現在變多了 現在大家都想要連署 因為我們之前有提到過 在選後大家發現到 其實要傾聽民意 民意其實說真的 股市這些股民難道都沒有票嗎 所以我先確認一下 立法委員們的想法 就我掌握到的資料 冠青林德福 盧秀燕 羅明才 以上三位 好像都是傾向廢掉的對不對 沒有錯 可是今天我聽到一個 我以為 賴世保也是傾向廢掉的 結果賴世保說 他希望能夠造原案通過耶 老實說賴世保是我老師 我對他還滿了解的 不過這個他不是傾向 他原案的意思指的是50億 他後面那個新聞診斷 就是說他意思就是說 他贊成台政部修正的條款 為什麼這些人 為什麼堅持要贊成台政部修正條款 原因就是因為 在10月1日的時候 前一次在拿大陸條款出來講的時候 這個費鴻太 這國民黨的 這個民法政司黨編 有講過一句話 他說有我在的一天 就要有大陸條款 就不能費 如果今天大陸條款真的費的話 那怎麼辦 你們要叫費鴻太辭職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或許可能是因為這些 當初所講過的話 當然你可以想也知道 賴世保跟費鴻太好不好 這兩位都是教授級 都是博士級的人物 當然很好 那禮拜三 甚至還有立委嗆聲說 因為贊成大戶條款 一定要落實 而且什麼都不改的 也有這樣的立委 他說那天要杯葛議事流程等等 就是不要讓他廢掉或再審 那你覺得禮拜三怎麼辦 這位也是我的老師 叫曾巨威 那我想真的很巧 真的是以前旁聽過他幾堂課 他以前在財政系教書的 當然他有他的一個 以他的一個想法是正所稅 他認為當初大家 如果把時間往回去推的話 他當初認為整套的正所稅 來進行的話 那磕起來稅是磕很多 可是股市投資人 可能全部都下光光了 所以當然他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不過我覺得現在 我們的想法可以認為說 到星期三 理論上就兩種可能 第一種是廢掉 第二種就是說 他修到50億 我認為這一定有機會表決過關的 不會再沒結果就對了 我認為應該會有結果 除非我們總統 又有什麼樣的意思 這我們就無法預料得到 所以其實投資們可以留意到 今天很多的股票在熱身 因為大家認為老實說 因為就算到50億 只剩77個人而已 這77個人 我再找幾個人頭分散掉 可能就沒事了 所以很多人在今天 或者是在上個禮拜 就已經在醞釀佈局了 有些公司其實能看到今天 其實老實說今天開盤的時候 大盤不太好 怎麼股票忽然都開低走高 而且拉得還蠻高的 所以很多貴買市場當中的 大戶喜歡操作一些的族群股 還在動就對了 沒有錯 尤其我們可以留意到 高價股跟IC設計股 你看到說真的 我們從進來股票市場 人家就告訴我們 主力最喜歡做IC設計 主力最喜歡做高價股 所以你看到這些高價股 IC設計股今天表現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 沒錯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 包括像是立望 所以這邊是漲停版的 我們看到像立望 立望就今天是沒有漲停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它價格有多高 這家公司今天收盤 是383塊錢的 甚至包括像是 5269的祥碩 這個公司 股價也是高到 高到真的是178塊錢 其實這些公司 多半而言都是高價股 我喜歡這個 所謂的這個主力 或所謂的一個業內 他們現在 以前大家會擔心 我在 我在年底前 假設我去買個 買個二三十張 我明年在賣的時候 我一個不小心我就要瞌睡了 可是現在老實說 都要賣到50億以上 只有這可能性變低了之後 他們開始敢做一個進場動作 我們看到其實包括像 立望跟翔索 這個他們題材都還滿多 包括像是NFC的晶片 熱賣 像翔索本身 大家是看到今天其實 今天還漲一塊東西 叫做USB3.1 對 他除了USB3.1之外 另外其實 這個東西就很神秘 因為在他10月底 跟AMD簽約了一個 非常保密的一個合作的協定 到底合作有什麼東西 老實說 你問我 我居然知道我也不能跟你講 因為他沒有洩漏 對不對 這我不曉得 可是就是這個東西 可能未來會使得 翔索跟立望一樣 未來很可能 從AMD部分 他就有機會拿到授權金 那麼在下面部分 我們看到像盛群這部分 其實我們上禮拜 也跟大家談過盛群 剛剛我們就提到這個 瑞涵姐有提到 未來會不會有機會 做電子投票 你做到電子投票 加投票要怎麼投票 你想說我輸入密碼就可以 大家不要想太多了 很可能也是需要的 叫什麼指紋辨識 指紋辨識 像現在我們看到這個蘋果 這一次為什麼賣得好的原因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它的一個Touch ID 你以後這個 做一個Apple Pay的動作的時候 你要有 你可以設定說 你用指紋辨識方式去付款 那這Touch ID 它用的是一個 電容式的一個指紋辨識 這個部分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去美國賣的話 你不能賣了 因為這部分被蘋果註冊專利了 是喔 所以現在只能怎麼做 現在另外一個主流叫什麼 光學式的指紋辨識晶片 這部分就是這一個盛群所在做的 它的東西小到什麼程度 小到只要三個millimeter就可以做 包括聯電集團 其實等一下還有機會 談到這個集團作帳 這個聯電集團 它本身持有11.47% 所以這公司 同時我可以去留意到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在於 其實這一次 IC設計跟物聯網 真的是關係很密切裡面 包括像這檔股票 3209的一個全科 我想物聯網其實這一次 其實很多的一些 這個IC設計股 說真的我只能用起死回生這四個字 那以美國來講的話 在做這種無線色頻的最大的公司 叫Blockup就是博通 那全科它就是一個博通 在中華區的一個主要的一個代理商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全科部分 它在這個 運用它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晶片 運用在包括像穿戴式跟物聯網 客戶包括蘋果 Google跟小米聯想跟華為 所以這家公司其實以前獲利 老實說是不怎麼樣 今年光前三季的獲利就是2.27元 所以我想當然這些公司都是最近 我們看到中小型股 為什麼有一些主力 為什麼有一些大戶 開始趕進場去做一個卡位動作 那另外一部分 我們看到像USB3.1 其實這也是有趣 剛剛我們提到的翔碩 它是其中一檔 你可不可以先解釋一下 USB3.1是什麼東西 我想以前這個 我們最早之前在所使用的 我們大概多半而言 就是USB一開始跟USB2.0 這就是傳輸速度的問題 包括到3.0 傳輸速度更快了 幾倍數幾倍數 現在新的部分叫做3.1 就是它的一個協定 這是一個協定 然後傳輸的速度 但是現在不一樣地方在哪裡 在它接口部分 今天在接口部分 事實上也傳出說 這個歐盟現在要統一接口 不管你充電 你這個USB這部分 那個接口都要一模一樣 所以USB3.1的這個產業 我們假設用一個白板 用個白板畫一下 我們這樣來說 就說以前我們用蘋果的手機 或者是蘋果平板電腦 要插線對不對 插一條線 當時它的那個接口 你有沒有發現 滿大的一條線 對對 是這樣 這個是8pin 這個是8pin 它叫8針的意思 然後後來就改得很小 改得很小 對 一條線 這個是30pin 那本來以為說說 蘋果它就是30pin 它不會改的 所以市場上要改 就不會有需求 對 但今年3月份的話 統一規格變成 所謂的這個線稍微大一點 這個是24pin 這個24pin的意思的話 就是Type-C 這個就是Type-C 24pin 這表示什麼 表示 這個Type-C我寫一下 TYPE是不是 C 對 然後本來是8pin粗的對不對 對 實際上大家都已經改小了 到底是粗好還是小好 小好 小的好好好 它正反面都可以用 不過有時候 你以前插這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要上面對上面 下面對下面 這樣插 你如果反過來不能插 我現在是這個 這個的話是 反方面正方面都可以插 那好 那今年本來以為 轉這個東西的話 蘋果不支持 那蘋果也支持 表示說 以前你是不是從這個 換這個線 對 那未來這到2017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這三年的時間 全部要改成這個 所以非頻的 全部改24pin 連蘋果也全部要改 統一規格就對了 對 本來蘋果是不想改 但是現在蘋果的話 是Type-C的最大支持者 太好 所以因為蘋果在最近的話 大力支持Type-C 就說我要從30pin改過來 所以以後大家都用這個囉 對 用這一個 所以你以前換這個 你已經花一筆錢對不對 對啊 未來蘋果的6S 或是平板電腦 又要改成這一種的 所以你又要花錢了 可是統一之後就好了啦 統一 但是未來這三年的時間的話 都要改成這樣 商人真是的 所以因為未來這三年 都要改成這邊 等於做連接器的 或是連接器上面那個晶片 全部都有市場 太好了 謝謝阿文三 透過這個圖我們就了解了 所以我們先進廣告好不好 因為如果USB3.1 它的市場未來是這麼大 那冠青那一個選股的邏輯跟表格 就很重要囉 回來之後 讓它把那個大戶繼續壓保 壓的就是在禮拜三 會過關的大戶條款修正版本 然後相關概念股呢 大戶股這些講下去之外 油價時間關係我還沒說囉 真的會有四次頭嗎 還有一個重點 盤面上如果您細看 有兩檔異常股 洪海跟聯電屬性都相同 而且聯電家族下面的支援 哪裡奇怪呢